今天是8月8號父親節 先祝福全天下的父親們 對 和家人們 父親節快樂 父親是一個很偉大的角色 對吧 有很多 帳單要父親 當然開玩笑 但是股市我認為也是一樣 這邊有很多經驗要學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我講了8月或者說 台股下半年操作難度 慢慢提高之後 你一定要做中學 如果你是今年剛出入股市的 那你可能更要加緊 學習的腳步 為什麼 你如果以為台股 始終都是從1月份 一路往上漲創新高 股市沒有天天在創新高 然後多投這麼順利的 你有沒有經歷過去年 甚至是2020年疫情爆發那一年 對不對 先往下殺 後面往上衝 對吧 所以這邊來講 一定要保持先虛的心 再向市長學習 所以你看我的解盤 一路看到現在你會發現 我站在你最需要的時候 我告訴你解盤方向 對吧 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一步一步來看 今天台股是先往下 對不對 來做修正的 所以昨天大漲152點 我講什麼 今天發生什麼 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觀眾 對不對 這張字卡 我的資歷過去都在外資 在台灣花旗 在倫敦花旗 在香港巴克萊 我都待過 外資操盤交易室 不是什麼 行政小弟 交易室就是在做交易的 也不是研究室 也不是寫研究報告的 我就是做交易的 對不對 過去我在花旗 你可能有聽過 對不對 有一位叫台灣先生 谷悅涵 他過去在什麼 花旗的研究室當主管 我是交易室的 每天早上 對不對 一起開會 就在花旗 所以這邊 資歷 經歷 甚至是我連續三季 奪得工商時報 台股足動賽總冠軍 每一個總冠軍要比一季 我已經連續三季 是連續 連續三季 參加三次拿三次總冠軍 歡迎多多參考 多多參考 好 上個禮拜 台股 對 8月2號禮拜三 狂殺 盤中350點 尾盤疊點收斂310多點 我強調什麼 當天解盤我強調什麼 我強調了 降融資 撐季線 是你接下來要看的訊號 對不對 當天晚上有沒有殺融資 然後後面有沒有撐出季線 馬上得到驗證 我當天講的後面得到驗證 所以我講的 與其事後解釋行情 不如提早跟著我看懂行情 這個很重要 你操作股票 對不對 實戰當中 你真的要賺到錢 一定要領先 一定要提早 你不是看圖說故事 你不是看新聞 去做股票 這樣就太慢了 你不是什麼 所謂的新聞 新聞主播播報記者 是因為發生什麼事情去解釋它 不是啊 你來股市是要賺價差的 你是要提早 買進 提早出場 對不對 在股價拉回修正之前 提早出場 就跟我們圍影 2070元 2070塊 提早獲利出場 再什麼 上個禮拜三一樣 對不對 應該說上上個禮拜三 所以我講完那天解盤之後 昨天禮拜一回來 台股是不是守住季線 融資是不是在上個禮拜 殺出39.6億 沒有錯吧 所以 昨天講了慢慢驗證 好 昨天台股反彈152點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其他節目也好 對不對你會發現什麼 其他同業其他分析師 好像開始怎麼樣 又一路 有沒有大多頭看多了 漲個152點開始說了 台股要充萬八 充萬九甚至兩萬點 對不對 這個是我昨天的解盤嗎 也不是 昨天解盤我講什麼 昨天台股漲152點 很多AI股票跌升反彈 甚至亮燈漲停板 對不對 我也很興奮告訴你說 台股有沒有解脫了嗎 沒有 沒有 我告訴你什麼 來這一張 我反而告訴你 台股後續的操作關鍵 個股來講 族群來講 一定要面臨什麼 反彈 你到底是什麼反彈 第一個 你是回升的反彈 能夠創新高的反彈 還是你是要逃命的反彈 反彈給你最後一波要出場的 對不對 契機 哪一種 我在昨天就講了 我在昨天就講了 你今天回頭看今天的台股 你們發現 我昨天講了馬上得到驗證 有些昨天反彈的今天 對不對 馬上就往下走 開高走低 也有 然後 AI股票今天 就算大盤跌100 對不對 多點 也有股票創新高的 是不是我講的 回升波 創新高的 一種反彈 所以我昨天講的 馬上得到驗證 對不對 所以從細節當中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你可以去比較看看 對不對 我跟其他人的差異 你絕對會 分清楚 對不對 這邊真正的專業 我們絕對不是要看圖說故事而已 真正會帶你賺錢的 對吧 分析師絕對不是看圖說故事 所以 再一次 跟各位講 還沒有加往Line的 這邊QR Code 小老鼠M16868 一個字都不能少 我的更多訊息 更多細節 解盤 對不對 主頻道的影片 都會在我的Line上面 一定要做加入 以及什麼 盤中 甚至是早盤 週末 資訊我都會在Line 第一時間做公佈 對不對 上個禮拜 8月2號 那天跌300多點 美國 債務信頻被下調 我在早上開盤之前 8點22分 在我的Line上面 跟所有的粉絲講 跟所有的粉絲講 所以你早盤 你看到我的訊息 你是不是對心裡有準備 開盤 那天開盤 跌300多點那天 台股開盤 還在紅盤 你看我的訊息 你是不是可以在早盤 先做到動作 對吧 所以 不管你有沒有加入我行列 Line 免費的 你先加入 絕對不是損失 因為我這邊有很多 很關鍵的訊號 而且現在什麼 資訊大爆炸的時代 資訊大爆炸 到底哪個資訊重要 我幫你做歸納 對不對 我過去在花旗 在巴克萊 在外資 三界總冠軍 我幫你做歸納 我幫你做歸納 好趕快掃囉 再來 今天加權指數 回跌118點 而且今天怎麼樣 還是出量的 對不對 今天是373次 3734億 昨天才多少 3200億 今天3700億 所以今天反而是出量的 昨天漲150多點 152點 對不對 今天回跌118點 好 台股來講 你會發現 對不對 回升波 還是 逃命波 一定要分清楚 這邊後面是兩種走法 後面是兩種走法 貴買指數今天也是一樣 出量回跌 0.96 而且我講過 貴買來講 相對連季線都還沒站上 對吧 大盤現在是在防守季線 但是貴買來講 對不對 對不對 還在基線之下 對不對 還在基線之下 那另外 我從8月份解盤 我天天提醒什麼 我天天提醒 台幣匯率啊 對吧 還在持續的做什麼 貶值啊 弱勢啊 所以 這個禮拜 有一個關鍵的訊號 就在於 禮拜四的美國通膨 美國通膨 在怎麼樣 禮拜四的8點半 要來做公布 這次要公布7月份的CPI通膨率 好 市場預期多少 3.3 我們待會再來講 先來看一下什麼 台幣匯率啊 連續 7天貶值喔 已經連續7天貶值了 對吧 好 連續7天貶值相當弱勢 在我們 對不對 錄影的階段 31.77元 對不對 下午盤還有可能再跌破 也有可能 所以連續7天貶值 那當然 外資熱錢不給力 對不對 台股 外資買起來就什麼 有氣無力啊 昨天反彈150多點 對不對 外資有買嗎 沒有買啊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 我講的 重點訊號很重要啊 這邊資訊真的太多了 你每天看到這麼多 對不對 新聞也好 訊息也好 資訊真的什麼 大爆炸 哪個資訊重要 哪個資訊不重要 對吧 看我的節目就夠了 您追蹤我的line就夠了 好 所以剛剛講到 禮拜四 對 今天禮拜二8月8號 後天晚上的8點半 要公布 美國7月份的CPI 對不對 年增率 好 這一次預期3.3% 記不記得上一次啊 上個月 是多少 3% 3% 好 這一次3.3% 我直接給你結論 第一個 低於預期 那是最好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是最好 對 也就是什麼 實際公布出來的數字 能夠低於3.3%是最好 然後呢 更好是什麼 看到二字頭 我昨天有講過嘛 對不對 如果看到二字頭 對不對 二字頭的趴數 那是最好 因為 如果看到二字頭 那反彈會更強勁 電子股本益比就要上修 對不對 電子股的本益比上修 那費半 納斯達克 這一些不管是跟AI有沒有關係的 龍頭股 基本上都會往上做 反映啊 那台股當然怎麼樣 水漲船高啊 所以 對 禮拜四很重要囉 因為千里法洞全身啊 現在什麼 美國央行 不管是關注 在市的 關注股市 關注 會市的 對不對 通膨一定很重要嘛 因為現在很多在爭辯 英哥兩派 對不對 英派跟哥派的 明年到底 要不要降息 還是要繼續升息 潛以法洞全身啊 當然我講過嘛 我講過什麼 包爾不敢承認的事實就是什麼 通膨2%快到了 對不對 這我講的嘛 我說了他的心裡話是什麼 通膨2%快到了 市場預期 不升息 還有 聯準會早晚要降息 今年不降 明年降 對不對 這個是他不敢承認的事實 因為 假設通膨真的見到二字頭了 所以 我講過 通膨2% 是必然 對不對 是必然 趁早佈局贏爆賺 但是現在 有AI股的修正之後 對不對 你佈局 要部隊股票 你要部隊族群 現在已經不是 射飛鏢亂射 都能夠爆賺 的行情 對吧 操作難度提高了 所以 一樣 方向沒有改變 看到2% 是必然的 因為通膨一定會下降 你現在利率這麼高 對不對 就業市場只要不過熱 那通膨還是會下來 對不對 那通膨還是會下來 所以 這邊 你看連什麼 日本 在 後面 都有可能要做升息 對吧 那打擊通膨 通膨一定會下來 日本是多寬鬆的一個貨幣政策 但是 就是連他在未來也要做升息的話 對 那通膨來講 美國怎麼樣 慢慢下來 就不需要這麼高的利率 對不對 不需要這麼高的利率 開始降息 開始降息 好 那加權指數 剛剛講到了 降融資 但是我今天的節目標題 我是告訴你什麼 融資 對不對 這邊來講 不降反升 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三 來這邊放大 對不對 殺出39.6億 但是 上個禮拜五 反而增加20億 昨天 對不對 最新數據昨天 又增加32.6億 這兩個加起來 增加50多億 上個禮拜三 殺出40億 對不對 反而融資水位是不是 對 要增加 對吧 所以這一波來講 大盤的融資 洗的 我認為 不是太乾淨 所以昨天 我有回答一個問題 融資殺多少才夠 對不對 我昨天有給你答案 可能要再殺一個 因為以目前來講 你兩天回補的 已經比那一天 還多出10億元 你的融資水位 不降反真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 看起來又什麼 在修正當中 又回測季限一次 有手術 但是 今天晚上 對不對 今天晚上公佈的融資數據 那就是關鍵的 所以一定要關注 再來 過於買來講 融資相對是比較正常正確的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連續的三天 都是怎麼樣 都是降低 上禮拜三降融資 上個禮拜五降融資 這個禮拜一 昨天最新降融資 跟大盤不一樣 所以過於買來講 你會發現 他相對來講 對不對 去融資 是目前的進行史 所以過於買 跟大盤不一樣 大盤可能要再殺一根融資 那就有可能再回測季限一次 好 先放在心裡 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最好 對不對 最好是不要發生 台股後續關鍵 我講過了回升波 逃命波 然後呢 我們送中式朋友的見面禮 對不對 我講過嘛 復興節加碼送一檔 所以原本三檔 現在變四檔了 第一檔中心電我開牌了 上禮拜五逆勢抗疊 神達我昨天開牌 昨天逆勢抗疊 所以中式的觀眾朋友 對不對 你手上都有拿到的 還有兩檔 對不對 各位觀眾 你有來拿到的 你一定知道是什麼 但是你還沒拿的 對不對 趕快來拿囉 一樣 加我的LINE 小老鼠M168268 畫面上的QR Code都可以 LINE留言中式168 我們廣告後 後面繼續講個股 好 歡迎回來 所以上個禮拜 8月1號 我第一次來中式頻道 我送給各位的 新朋友見面禮 還沒有來拿的 趕快來拿囉 對不對 剛剛時間 如果不足的 趕快做掃碼了 小老鼠M168268 畫面上的QR Code 直接做掃碼 你只要留言 中式168 我就送你三檔股票 加今天 父親節特別再多送一檔 對吧 總共四檔股票 已經有什麼 超過500位觀眾朋友 來做索取了 所以手上都知道 是哪四檔股票的 還沒有領到第四檔的 一樣 在LINE上面 再留言一次 中式168 父親節加碼 對不對 贈送了股票 好 中興店已經開牌了 這一波是不是逆勢抗跌 昨天神達開牌 因為神達逆勢盤中 中標超過一根漲停板 早盤下跌 盤中9% 超過一根 對吧 所以 還有兩檔股票 還沒有來拿的 趕快來拿囉 好 回到我講的 美國費半的位階 在昨天最新的美股是上漲的 直穩反彈 好 我講過了 費半已經回到去年1月了 對不對 我不做細講了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的是什麼 美股是很強的 美股已經漲回到去年的 對不對 起跌點了 那台股今天就算 有沒有 再往下跌 往下修正 16800 16700 對不對 去年多高 去年1月份 是18400點 對不對 歷史最高點就是18619 所以如果能夠回到去年1月份 跟著美股往上走 18400點 對不對 那台股還有多少 台股還有至少 對不對 1600點可以漲 1600點 如果再創新高 那有機會 但是我講的是什麼 美股未接 美股已經找到那邊了 我們不是要超越它 我們只是跟上它而已 對不對 有多少空間 能夠 對不對 來賺下一波的行情 所以放在心裡 一樣 對不對 後面如果有行情 可能就是要往那邊的位置 對吧 去年1月份 好 所以一樣 分辨出回升波跟逃命波 因為下一波行情 絕對 我認為 會南北 對不對 南北向的分開 為什麼 你操作錯誤的 報錯股票 報錯主流股的 你可能長期套勞 再套勞三四個月 甚至 績效直接往下走的也有 對吧 回升波 你跟著新主流 創新高的 或者我講的 AI沒有結束 但是資金流到 中低未接走的 對不對 能夠回升能夠創高的 可能就在這邊 所以我昨天講的 對不對 重不重要 今天馬上就看到 馬上就看到 AI 對不對 AI做機殼伺服器機殼的 3693英方 對不對 雖然我賣在430多 今天一度衝到472盤中漲領板 是不是我講的 回升創新高的股票 強彈10% 創歷史性高 而且它是有基本面的 對不對 公布7月份營收9.21億元 年增 將近快翻倍 年增9成 92% 92% 單月營收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人家漲是有原因的 對不對 伺服器機殼 如果你更早認識我的 我講過 谷歌也好 微軟也好 亞馬遜也好 他們是真的在做 超級伺服器中心 代表訂單是真的 對不對 因為什麼 銀幫不是做電子的 它是做機殼機櫃的 放什麼 放伺服器的 連它都能夠什麼 單月營收創歷史新高了 你覺得訂單不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對不對 因為它不是電子股 它是做機殼機櫃的 都能飆上去了 對不對 那代表訂單是真的 AI伺服器這一塊是真的 當然AI晶片 一定也是真的 你伺服器當中你要運算 對不對 其他要比算力的 當然晶片來講 對不對 也是真的 所以你看 銀幫創歷史新高 好 但是創新高 你一樣要去留意 如果賣壓出來 你自己要懂得跑 對不對 你不要再什麼 再重演一次 對不對 再重演一次 我們賣在這邊 但是繼續再往上創新高 一樣有賺到 你就要知道 對吧 好 銀幫你會發現 這邊跌下來 三天之後 第一根反彈 你會發現什麼 我下面放融券 融券代表什麼 看空的散戶籌碼 連續三天下跌 一根反彈之後 融券竟然飆增 所以今天銀幫的創新高 也有什麼題材 也有什麼色彩 嘎空 嘎龍券 把空單往上嘎 對不對 銀幫 再來四星KY 今天反彈5.1% 我告訴你 他也有 對不對 融券被嘎 你會發現 這一天 連續下跌之後的第一根 就昨天 漲停板 對不對 或者說往上衝 融券暴增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嘎龍券 嘎了5%上來 對不對 所以這邊 閃戶 你要小心 對不對 這邊只要一抓錯 對不對 你也不需要去放空 對不對 網上被嘎到了 所以我講的 四星KY 股價要挑戰股王 對不對 IP股能夠往上走 接下來就看創意 創意 怎麼樣 真的很弱勢 連續11根黑K AI做晶片的 連續11根黑K 但是 這邊底部相對出量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是什麼 低檔到底誰在接 誰在接 誰在看什麼 創意的後續 對不對 能夠出量 那代表有人在接 如果賣壓消化完畢 對不對 AI做晶片 做高階晶片的 都還是這幾家而已 對不對 四星KY既然能夠 漲上去 創意會不會跟 我認為會跟 我認為會跟 好 再來 重電我講過 電子跟非電族群 絕對都要同時把握 華城今天是不是抗跌 對不對 是不是我講的 政策概念股 做充電站的 對不對 華城 然後 有沒有發現 月線守住 趨勢維持住 然後再來 2371的大同 也是做動力的 對不對 重電的 還有什麼 電動大巴的馬達 2371大同 今天往上漲 當然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加碼的 自家股東加碼的 一個什麼 題材嘛 但是最好 他也是回到月線 對不對 月線守住 月線站上 所以重電股 要不要關注 電動車要不要關注 還有 我講過囉 9958世紀鋼 對不對 政策 封電 今天也是抗跌 往上漲 所以你要去聽我的話 電子跟非電 你一定要雙頭布局 因為接下來 是什麼 政策年啊 對不對 一樣 世紀鋼有沒有看 月線一樣的守住 月線一樣的守住 所以趨勢維持住 這些趨勢能源概念股 對不對 是不會因為 AI大幅修正 而受到影響 因為它根本不是走那個題材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兩邊你都要做 所以我講了 台股 真的有選舉行情嗎 你有關注我的主頻道的話 對不對 我也做一個特別單元 專門在講 明年2024年賺錢 選舉行情要關注什麼 一定要訂閱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所以股市震盪不斷 做好該做的事 選對族群 選對各股迎接獲利 就像我們神達 買在端午節前跟後 對不對 35.2元35.3元 就是恭喜獲利 連續五根漲停板 連續五根漲停板 對不對 恭賀訊息都在這邊了 好 所以實戰出身就是不一樣 最後面再給你一點時間 趕快掃碼畫面上的QR Code 加我LINE 追蹤我的LINE 每日解盤 對不對 然後呢留言 中視168 新觀眾朋友 趕快來拿 來拿什麼 這四檔精選的法人八月標股 接下來 跟著我們繼續前進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